大家好,茄子不要红烧了 像我这样做,酥脆爽口,而且非常的开胃 先在碗中调一个糊 加入200克淀粉 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 把它调成这个粘稠度就行了 之后加入适量盐,给茄子入个底味 再来少许食用油 防止下锅时绷建 再次抓拌均匀 之后准备两个去皮的茄子 给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装入淀粉糊里 上手开始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沾上淀粉糊 茄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一种食材 里面富含维生素E、维生素C、维生素B、甲、钙、铭、磷等营养物质 抓拌成这样就行了 然后放到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胡萝卜 先给它从边上切一刀 这样能稳稳的立足 方便切片 然后再切成均匀的身儿 胡萝卜 胡萝卜含有蛋白质 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洗好的香菜给它切成均匀的长段 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少许大葱 把它切成身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调一个料汁 碗里面加入三勺白糖 再来两勺米醋 然后加入适量盐 这道菜呢吃起来是酸甜口的 所以说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开胃 调好以后把料汁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锅中宽油 把油烧至六到七成热 然后一块一块的下入茄子 这个时候茄子容易粘连 所以咱们要一块一块的下 一锅炸不下咱们可以分开炸 先给茄子炸至定型 然后再用勺子来回搅动几下 让茄子烧热均匀 大约炸至三分钟后给它捞出来 接着油温升至七成热 给茄子复炸一次 让茄子的口感变得清脆起来 把茄子找到这个金黄色就行了 捞出来控油备用 下一步锅中留底油 下入胡萝卜 葱汁 开始翻炒 把葱汁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香菜 简单的翻炒几下 把香菜炒软 紧接着下入炸好的茄子 再把咱们调好的料汁给它浇上来 简单的翻炒个五六七八下就行了 这道菜先把葱香味炒出来后 再下入料汁 再下入茄子也是非常的方便 这样我们这道非常开胃的茄子就做好了 茄子外酥里嫩 而且是酸甜口的 非常的开胃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